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快速浏览几条热门新闻 首先,亚马逊上类款让超过8万名粉丝赞不绝口的胶原蛋白补充剂 今天有大优惠哦 原价15美元的Sports Research胶原蛋白泰粉 今天只要10美元,快来抓住这个改善关节健康和皮肤弹性的好机会 接下来,咱们聊聊法律和工作的事 肯塔基州的儿童劳动法案在委员会投票否决后的第二天竟然重新提出 并且这次成功了 而在爱荷华州佩里,随着泰森食品工厂即将在6月关闭 将有近1300名工人失去工作 不过别担心,一系列招聘会即将举行 帮助这些员工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最后,对于体育迷来说 NCAA的疯狂三月篮球锦标赛即将开始 男女组的68支球队将展开激烈的角逐 大家可以通过Paramount加和HBO Max订阅观看所有135场比赛 不要错过精彩的比赛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超过8万名粉丝对这款胶原蛋白补充剂赞不绝口 今天仅售10美元折扣30% 雅虎 目前,亚马逊正在销售胶原蛋白补充剂 据说可以改善关节健康和皮肤弹性 这个优惠包括3.9盎司无味的Sports Research胶原蛋白钛粉 售价为10美元,比平常便宜5美元 这种粉末不含人工香料、甜味剂和填充剂 适合那些追求古食或生酮饮食的人 他又回来了 儿童劳动法案在委员会投票否决后的第二天重新提出 雅虎 第二次尝试的结果对于一项旨在放宽肯塔基州立法机构 对儿童劳动的几项限制的议案来说是成功的 佩里将首先为关闭工厂雇佣的泰森工人举办一系列招聘会 雅虎 4月3日 位于爱荷华州佩里的泰森食品工厂将举行工人招聘会 泰森计划在6月关闭该工厂 近1300名工人将失去工作 地方、州和地区官员正在组织一系列招聘会 以帮助员工找到新的工作 2024年疯狂3月 如何观看男子和女子NCAA锦标赛的每场比赛 雅虎 NCAA的疯狂3月篮球锦标赛将于本周开始 男子和女子组的68支球队将参加 观众可以通过Paramount加和 HBO MAX订阅观看所有135场比赛 Paramount加以每月11.99美元的价格提供CBS游戏 而MAX以每月9.99美元的价格在TBS、PNT和TruTV上直播游戏 周二的男子前四场比赛将在电视频道TruTV播出 并在MAX上直播 人工智能技术有助打击零售罪案 雅虎 Target、Walgreens和Home Depot正在投资人工智能技术 以打击零售盗窃 2022年零售商损失超过1,120亿美元 零售商正在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热图来共享实时犯罪数据 并相互协作以防止盗窃 热图使用人工智能通过从执法部门和零售商那里提取数据 来预测未来的犯罪事件 这些数据会在地图上创建热点 参与的零售商可以看到这些热点 除了热图外 零售商还使用人工智能监控来监控商店并检测可疑活动 目标是防患于未然 为顾客保留良好的购物体验 零售盗窃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正在影响零售商的利润率并引起安全问题 有组织零售犯罪的兴起 使盗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利 快闪足式的打砸抢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 作为回应 零售商正在投资人工智能技术来打击盗窃 佛罗里达大学的防损实验室 已经从数十家公司引进了400多种防盗技术 并正在评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性 人工智能驱动的地图是零售商兴奋的一项技术 地图技术使用人工智能来发现 可能隐藏货物或携带武器的个人 还可以使用地图和人工智能 在宏观尺度上分析活动 克劳福德县的房屋最近已较低的价格出售 看看这里多少钱 雅虎 2022年12月 俄亥俄州克劳福德县的房屋销售价格 中位数为11万3000美元 比上个月的中位数14万美元下降了19.3% 然而 与2021年12月相比 销售价格中位数上涨了15.3% 克劳福德县的销售记录数量 也同比下降了28.9% 在整个俄亥俄州 12月房屋售价中位数为19万9921美元 比11月下降0.5% 本月全州有10462笔记录的销售 比2021年12月下降7.7%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下一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